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流 促进各民族像十六子儿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大家好 我叫边苏清 今年56岁 是林黄家园 社区新埃木兰木齐 一名舞蹈队员 大家在后有排练的节目是 站在草原望北京 就是2019年 习总书记来我社区考察时 我们表演的节目 新埃木齐这个形式啊 就是真正为我们的老百姓服务们 为基层服务们 文艺 当时习总书记看完表演后和我们一一握手 还鼓励大家要继续创作更多接地气的作品 这两年多以来 我很开心能够跟着队伍一起去社区 草原 湘原 乡镇地演出 我们还围绕民族团结 健康意证等主题组织志愿活动 队伍已经扩展到66人了 有汉族 蒙古族 满族 满族 毁族 各族人民 一起努力 创作好的作品 服务更多的人 我叫朱子优 是沙州福隆学校的一名学生 我今年读五年级 这是我们新盖的学校 你们看多美丽啊 我最喜欢上科学课 可以参加到小实验中 我还喜欢打羽毛球 学校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课 如 瑶竹 竹干舞 我们班有瑶族的同学 也有汉族的同学 有时我们学得快 就教他们去跳 我感觉西爷爷很和蔼 很亲切 他一直在对我们微笑 还说我们现在是小树苗 将来要长成参天大树 现在我们建起了全新的学校 有足球场 篮球场 还有24小时的乐水 这里就是我们的村部了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村子里很多地方都是光秃秃的 只有土 现在不一样了 到处都是绿树 到处都是马路 大家都盖了新房子 我家也买了洗衣机 冰箱 换了新彩店 爸爸妈妈以前都在外面打工 村里发展红色旅游后 妈妈就回来找到了工作 可以经常陪着我 很多叔叔阿姨都回家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大家的生活都更好了 像这一套服饰的话呢 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服饰了 就反而是有剪纸绣和马尾绣 四手工的 传统的也是时尚 既是文化又是产业 它既是能够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话 用产业来扶贫的 用产业来振兴乡村的 就可以做出贡献 当时呢 我听了这句话之后 就倍色鼓舞 我们今年就开发了 很多的这些商品 我从来没有想过 带领这么多的秀娘 跟着我一起创业 每年这边桃花节的时候 游客特别多 我今天带你们看一下 知道我们村里面的变化 什么样的 现在我们这边桃花节 也越来越出名了 这边连着火炙也痛了 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下一步就是 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 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要一忙 总是去考察后 村子里开发了 四条红色旅游路线 大家都换保意识变得更强了 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作品 全面小康 现代化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我们都是携手 并进 为了我继续努力 我日子也过得好 我的两个孩子也培养好 把苗熊记忆传承好 红颜好民族文化 用我对民族舞的热爱去传承好 民族文化精神 我要好好学习 掌握更多的本领 贡献自己的力量 五十六个民族 我们拧成一股神 像十六子一样抱在一起 通心协力 戳力奋发 这样努力下去 一定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